附录二,再访赵紫阳 时间,1996年10月29日下午3点半到6点 地点,还是上次那个地方 张广友得知,我要访问赵紫阳,一定要同去 还是赵的老乡宗凤明先生,引荐并作陪 这次访问张广友说话太多,影响赵的讲话时间 这次一开始是闲谈 老张问他,看过张广友的著作 改革风云中的万里,没有 这本书要再版,你有什么意见 赵说,眼睛不好,白内仗做了两次手术 很少看东西,看东西也很粗 你的书我只是翻了一下 谈到他的健康状况和生活 赵紫阳说,身体除了眼睛,都很好 一个星期打两次高尔夫球 他的写字台上有一本《中国高尔夫》杂志 同意我去打,但只能在指定的地方打 别的地方不能去 看看电视,爱看历史剧,不管写得好坏 看书少,看些闲杂书 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看不到了 信息也不灵 国事已经很淡了 不能说不关心,但的确是淡了 对当前是想得少,想多了也没什么意思 谈到境内外写他的书 赵说,赵紫阳传的作者赵卫我不认识 他是抄报纸写的 我的家庭情况,他也写得不对 老张拿出香港出的赵紫阳的崛起与陷落 问他看过没有 他说,我没看过,听都没听说过这本书 赵说,吴江的《十年的路》 我看过,再版了也听说过 他的书我很不高兴 评价好坏无所谓,但事实不对 他说,1984年我给邓写过信 告了药邦的状 没这么回事 我是写过信,但信中根本没有讲药邦 我不认识吴江 听说他很严谨,是个学者 不知道他这个材料是从哪里来的 分析评价无所谓 重要的是,事实不能编造 这一点我对他不大谅解 我在这个处境下编造更不该 我如果是自由人,就可以公开说清楚 他又是要帮周围的人 他说的话有影响 我那封信是灵机一动写的 当时陈俊生在人大会上有个发言 谈到长治久安问题 这就引起了我的动机 就写了这封信 信中说,要实现长治久安 需要解决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 政治局及中央常委的领导制度问题 要建立制度 不因人的变动而变动 真正在中央领导集团实行民主集中制 我写这封信 除了看了陈俊生的发言以外 因为领导制度问题 我过去想过 我当总书记的第一件事 就是搞书记处和常委的议事规则 我主张重大的事情必须一人一票 否则谁赞成谁不赞成 多少人赞成 不清楚 事情一过 就会说我当时就不同意 我主张重大事情举手或投票 但这个想法没有实行 党内要有制度 还要遵守制度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很好 就是没有执行 人知的特点太厉害了 粉碎四人帮后 叶帅出来进去的说 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 党内生活不正常 问题再没有制度 有制度就好办 我写的那封信 就是这个意思 信送上去后 我没有再问 也没有回应 杨继神问 有人说 政治上反右 经济上反左的说法 是您先提出来的 是不是这么回事 赵紫阳回答 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 有个发言 其中有这个意思 我在经济领域是改革者 在政治领域是保守者 我现在有改变 我在四川工作时 一位陕西工人 给我写了一封信 他说经济上您是反左的 政治上您是反右的 后来我跟别人说过这封信 说这两句话有道理 承认我是有这种想法 到北京工作后 我还是不赞成 政治上搞得乱糟糟的 有人说我赞成新权威主义 我不知道新权威主义 是怎么回事 我不认识吴嘉祥 有几个学生 到台湾中央研究院 他们很欣赏美国的民主 认为台湾比大陆民主 一位台湾教授 教训这几个年轻人说 你们应当了解一下 台湾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他的意思是 如果没有一段时间的强人政治 稳定一个时期 使经济得到发展 台湾就没有今天的民主 1988年 有一次我去小平那里 小平提到方立芝 我就把上面说的事 讲给他听 我说 有一种新权威主义 就是政治强人稳定形式 发展经济 他说 我就是这个主张 但是不必用这个提法 我的确主张过政治上 不要慌慌忙忙地搞改革 现在我的想法有改变 我现在认为 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要配合 不配合 搞市场经济 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 这两套很难长期在一起 矛盾会很多 但是我也认为 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过急 要渐进 要考虑社会承受能力 不能搞得天下大乱 不能像走马灯一样换领导人 今天你在台上 明天我在台上 西方这样可以 社会照常动转 中国不行 几个月换一次领导人 什么事也干不成 台湾地方小 人的文化教育程度 和我们也不同 他们经过了一个过渡时期 现在他们一个大党 一个小党 不能形成轮流执政 但有合法的反对派 谈到六四 照说 许家屯回忆录写的六四那一段 是符合事实的 大体是那么回事 我们的话题又转到 十三大中央的人士安排上 他说 外面传说 十三大时 议论万里当总理 我不赞成 说我宁可让李鹏当总理 也不让万当 这是胡说八道 要帮下台后没有中常委 只有一个有我牵头的五人小组 五人小组主管日常工作 十三大的人士安排 小平委托六人小组 六人小组 由博一波同志牵头 六人小组直接对小平负责 我这一层 也在六人小组议论之列 常委名单中 除了后来定的五个人外 还有万里和田济云 这两个人 大概是小平提的 六人小组 在征求老同志意见时 坚决反对万里进常委 姚依林说 万里如果进常委 国家一旦有事 他就会带头起哄 陈云也反对万里进常委 六人小组向邓汇报了这个意见 邓才同意 万里不进常委 剩下田济云 姚依林突然提出 田济云有什么什么问题 邓小平说 万里不进常委了 又说田济云有什么问题 这不一定是事实 但时间很紧了 田济云也下来吧 这就定了五个常委 赵紫阳 李鹏 乔石 胡启力 姚依林 这一段情况 有些我是从邓那里听到的 有些是从薄一波那里听到的 传说万里当总理 实际上从来没有这个说法 那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下一届总理 必须比我年轻 万不能进常委后 邓增和我交换过意见 让万里当人大委员长 邓把这个想法告诉薄一波 他说六人小组也不赞成 这时邓就找万里谈话 批评他 你是怎么搞的 人事关系搞得这么紧张 邓要万里挨门挨户去访问 做自我批评 万里到我家来过一次 他说还去过宋任穷家 人事安排邓委托六人小组搞 不是邓一个人定的 六人小组还要向陈云汇报 老张问 李鹏是怎样当上总理的 杨紫阳回答 总理人选只有李鹏一个人 当时比我年轻的 只有李鹏和田继云 田继云吗 没有人提他 我也不好提他 有人说我提田继云 没那么回事 对李鹏当总理 有些人有不 同看法 邓说 他年轻 知识面广 不知道小平怎么认为他知识面广 杨继神问 邓大姐起了什么作用 邓大姐起了什么作用 我不知道 在考虑李鹏当总理时 有人担心他只懂电力 不懂经济 就提姚依林 小平否决了 说姚年纪太大 身体又不好 话题又转到六四 大概是五月三日 在万里出国前 我到万里家和他常谈了一次 谈 得比较好 我主要向他讲了 学生的事怎么看 我说 现在开放搞了这么多年了 外面什么东西 学生都有印象 学生们觉得 什么话都可以说 老一代人的思维方式 还是以阶级斗争为刚 学生说 我们不好 就认为是要颠覆我们 这样 本来不是对抗性的 就搞成对抗性了 有的人把学生的话收集起来 往这儿送 往那儿送 往邓那里送 说矛头指向邓了 把邓激怒了 我说这是没有什么了不起 采取对话疏导的方式 可以缓和下来 我说时代变了 思维方式也要变 不能用以阶级斗争为刚的 思维方式来看待学生的言论 否则就不理解青年 把问题看得太严重 万同意我的看法 说 对啊 李瑞环给我打电话 说我们太软了 主张中央要坚决一些 李瑞环不对啊 他也认为 开放时代的青年思想变了 我们还是老思维方式不行 一听到不同意见 就说反党 不是那么回事 我们的看法比较一致 六四以后 没有把我送上法庭 是因为我在国外有影响 不能像暴童那样秘密审判 暴童有什么事 查清了什么事也没有 说他反革命煽动 和泄露机密 什么机密 起诉书说 有人问他 赵是不是不行了 他回答 一个星期以后就知道 这也算泄灭 就连这件事 暴童都说没有 说他反革命煽动 一是议论了朱林出国时 丢了一个假项链 紧张得了不得 二是议论了戒严 反革命宣传和泄密这两个罪 随便就可以加上 审判暴童 连证人都不让出庭 现在说是把他放了 但还不给他自由 天天讲法 这是什么法 原来搞暴童 是为了搞我的问题 以为我和学生私通 还通过暴童和外国人私通 结果什么也没有 他们查索洛斯基金 索洛斯是匈牙利人 是个大富翁 他出资金支持提改所的研究工作 他有没有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 我不知道 对这个人公安部和安全部看法不一致 公安部认为他有这个背景 安全部认为没有这个背景 他是安全部的客人 公安部1987年7月给我写了一封信 说索是个反共老手 支持匈牙利事件 支持波兰团结工会 我比较慎重 我把公安部的信批给了安志文 当时安是提改委党组书记 让提改委和这个基金脱钩 我的意思是 社会上对提改委的议论已经不少了 不要再增加议论 暴童的事是先入为主 李鹏对邓小平说过 暴童是坏人 说我受了暴童的影响 在老人家脑子里留下了印象 赵紫阳又对胡耀邦下台 和万里中的一些事 进行解释 他说 重要人事问题 不是我这一层所能定的 耀邦时也是如此 有时连参与意见的机会也没有 六人小组也没有决定权 他们只能到几个老人那里听取意见 小平 陈云两人达成一致意见 以后就能定下来 邓小平认为 这个人不错 就掉上来 认为不行 就让下去 毛主席当年也是这样 赵梦能使贵之 亦能见之 这是东方政治 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 这是无法改变的 我当总书记 组织部长我能动吗 宣传部长我能动吗 不能 对宣传部长王忍之 我很不满意 我还骂了他一次 我只能骂骂而已 我换不了他 因为有人支持他 要帮一下台 他很快提出第二次拨乱反正 我问他 拨谁的乱 反谁的正 拨胡耀邦的乱 不能全算是胡耀邦的问题吧 我还说 我知道 这话不是出自于你 他急忙说 是我说的 是我偶尔失言 我批评他 听到小平说主要是反左 你们宣传部如丧考彼 这是什么精神状态 和他在一起听批评的 还有王维成 我骂他拾胡启力也在场 这一层人 都不是在前台的人 所能决定的 总书记要帮 不能决定 我能不能当总理 在最高领导层的人事上 我们前台的人 没有发言权 真正有发言权的 就是两位老人 邓和尘 第三位是 先念 有影响 但不起决定作用 只要两位老人 达成了一致 就成了 稍微了解中国政治的人 不会相信要帮下台 我起了作用 吴将讲的几件事情 都不符合事实 说 要帮赞成邓退休 就让他下台 要帮绝不会说 我举双手赞成 邓也绝不是在这件事上 对要帮有意见 要帮下台前邓 从来就没有对我说过 他退不退的问题 外国记者问我邓退休问题 我从不回答 小平对要帮很好 有这样的结果是 两个人证见不合 主要是对知识分子问题 从反精神污染炎下来 到和陆坑谈话 和陆坑的谈话是导火线 86年学潮也是导火线 仅这次学潮小平 不会把要帮拿下来 小平和要帮分手 与和我分手不一样 六四前邓 对我是信任的 他认为 六四看清了我 说我是自己暴露的 小平和我分手 没有要帮那么长的过程 只是六四 他和要帮是几年的积累 他对要帮的信任 一年一年的减少 到了最后 完全不信任 要帮下台我没有为他说话 也没有落井下石 为什么不为他说话 说也没有用 我也认为 要帮再也无法再搞下去了 要帮下台后 在我脑子里最重要的问题是 怎么对待反自由化问题 搞不好就会伤害很多人 要帮一下台 邓丽群一批老人 镜头大得很 他们一搞 就会伤很多人 我和邓丽群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决裂的 他恨我胜过恨要帮 我把他的研究室撤了 不让他管意识形态 要帮不敢做的事 我做了 这是因为 他们镜头太大 没有回旋的余地 我在国务院工作时 不知道要帮的苦处 我一当总书记 就怕这件事 我说 我这个人 对意识形态没兴趣 我也不懂 我喜欢干些实实在在的事 反自由化 上有小平 下有邓丽群 还有中纪委 我很难 开名单啊 一批一批的网上送啊 中顾委一些老同志 一说反自由化 就认为过去几年都错了 还好 我把我的想法 和小平彻底谈了一次 他这根神经 只怕否定改革 比较紧 我跟他谈了一次后 他转过来了 说不能这么搞 这就产生了 我的513讲话 我不愿当总书记 但是 在反自由化的情况下 我认为 我在这个位置 比别人要好一些 要是让别人当总书记 更不好办 邓小平在政治上 绝不放松 小平在政治上 绝不放松 经济上他无所谓 只要把经济搞上去 就行了 这也是你提的 政治上反右 经济上反左 那个问题吧 我现在认为 长期政治上集权 经济上放开 不行 现在社会上 很多问题 归根结底 就在这里 再这样搞十年 中国社会成什么样子 很难说 现在要找到 政治体制 如何逐步适应 经济基础的办法 现在这个问题 是禁区 不允许讨论 这就找不到 建设性意见 腐败啊 社会风气不好啊 问题都在这里 解决这些问题 原来的办法不灵了 不研究新办法 只好用老办法 整风 整档 教育 培训 解决不了问题 现在的问题 归根结底 是另外的原因 如果完全回到过去 所有的都由国家安排 离了国家饭都没吃的 老办法就有效 能回到那个时候吗 又想搞市场经济 又想搞那一套 不行 怎么办呢 这是很重大的课题 要允许讨论 闭着眼睛 不看现实 只搞思想进化运动 是不灵的 有人说 现在的办法只能治标 不能治本 我看连标也治不了 都是空话 现在社会上这些问题 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怎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经济基础变了 上层建筑如何改变 过急了不行 完全照搬外国 也不行 但是 怎么走 要允许讨论 但他们怕一说可以讨论 就说不住了 结果还是舆论疑虑 杨继绳问 听说1975年 您去四川时 小平和您有一次重要谈话 1976年 您在这个问题上保护了他 这是他后来 启用您的一个原因 是不是有这同事 赵紫阳回答 1975年 我去四川时 小平是和我谈过一次话 主要内容 是要大刀阔斧地干 不要怕人说 你是还乡团 那时派贾奇允到云南 小平也和他谈过 这样内容的话 在批邓时 贾奇允慌了 沉不住气了 把这段话说了出来 还乡团 就成了邓的一条罪状 我当时觉得 这是口头谈话 就没有说出来 杨继绳问 外面有这样一种说法 说北京风波时 邓之所以没有采纳 你缓和矛盾的意见 是因为那时邓 对您不信任了 而不信任的原因是 陈毅元帅的儿子 让您和邓化清界线 您接受了 您下面的人 还按照这个想法 有些活动 有这么回事吗 赵紫阳回答 你说是陈小鲁吧 他曾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干过 北京风波时 我没见过他 我下台前 没和他接触过 他当驻英国使馆武官时 我在英国见过他 我下台后 他来看过我一次 我说 你还敢看我 他说 我已经下海做生意了 怕什么 杨继绳问 前一段时间外面传说 杨尚昆今年曾表示 趁老同志还在 把六四问题搞清楚 他可以承担责任 有这么回事吗 赵紫阳回答 这不可能